今天我们来介绍懒人版老婆饼的做法 今天用蛋挞皮做一份老婆饼 做法超级简单,皮薄线多,外皮香酥,奶香味非常足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蛋挞皮先拿出来回温,包的时候更好包 紫薯切片,隔水蒸熟 蒸熟的紫薯放入炼乳,导成细腻的紫薯泥 揉成20克一个的小球备用 蛋挞皮去掉外面的锡纸托,边缘部分按薄一点 包个紫薯球,虎口辅助收口,捏紧 按扁一点,这样更像老婆饼的样子 刷上一层蛋黄叶,表层划上几刀,撒上白芝麻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70度烤20分钟 技巧,紫薯线可以换成豆沙或莲蓉,也可以是奶黄线 根据自己爱好选择 好了,就到这吧,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 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